大家好 那今天的话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双双岛的一个宝箱的收集 那我们先收集啊 这边的大的岛屿啊 这边的话总共有八个 我们先收集这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的地点 就在这个传送锚点这个位置 好了我们开始啊 下一步我们首先将这个方向往这个 我们的东北方向过来 在我们的左手边 这边的话是一个怪物正手宝箱 好拿起来 好方向不要变 继续往前面走 可以看到前面的话有一个宝箱 就是我们的西方向 好这边的话要指认这个目标 指认目标的话是中间这一个 大家记住中间这一个 好指认目标啊 这个宝箱的话就可以获得了 下一步我们把方向啊 调整一下 往这个传送锚点这个方向跑过去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沿着这个海滩边啊 继续往前面走 前面的话是一个剧场啊 这个宝箱的话我就不讲了 这个比较简单 好继续往前面走 可以看到前面的话有一个怪物正手宝箱 好我们拿起来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第三个 那现在的话我们将这个视角 调到这个北方向 可以看到前面的话又是一个指认目标 好我们先过来 那这个目标的话就是靠近这个边缘这一个啊 就这个啊 好指认一下 好的我们拿到这个宝箱的话 我们视角继续往这个北方向 我们靠着这个山体 可以看到前面的话有一个喷泉 然后继续往前面走的话 这边的话有一个电梯 好我们先坐一下这个电梯 好这边的话如果你是电梯在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踩一下这个啊 好的我们捡一刀 从这个电梯出来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左转 我们沿着这条路啊上去 我们来到这个城堡 好这边的话是个剑袭骑士爱玲啊 好这边的话将这个三个木桩同时消灭啊 就可以获得这个宝箱了 好我们从这个左手边啊 过来 往这个啊 东方向继续往里面走 然后在这个右手边啊 又是一个指认的啊 好这个指认的对象啊 就是靠近桌子这一个啊 就中间这一个靠近桌子这一个 好这边的话又一个宝箱 好的下面的话 我们讲几个比较复杂的啊 这个复杂的话 我们首先来到我们这个传授锚点 那这次的话我们方向往这个北方向 我们过去 然后这边的话有两个两个乌鸦 那这个乌鸦就叫做朱丽叶啊 这个叫朱丽叶 好我再找前面这个乌鸦对话 这个叫亚密欧 然后再跟他对话就可以推一下 好他就过去了 好我们等他聊天完毕啊 那我们下面的话 我们将这个派门啊打开 退出游戏 然后我们再进来 小退一下就好了 这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两只乌鸦不见了 在我们的左手边可以看到啊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来到中间找他对话 好这边的话对话完毕之后啊 说这个亚密欧被抓走了 然后我们现在的方向的话是这个北方向啊 我们继续会往前面走 北方向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剧场 我最在我的右手边的话有一个史莱姆啊 这边的话有个山洞啊 我们先下去 这边有一个机关啊 咱们大家清什么这个选一下啊 碰一下碰了这个机关之后 那么回到这个传说锚点 这时候方向的话 我们是在这个东北方向啊 继续往前面走 前面的话可以到这里啊 有个甜甜花 咱们不要过去 我们往左边 左边的话 这边的话有一个山洞啊 这边的话要等一个电梯下上来 然后我们到这边啊 先踩一下这个机关 好电梯上来了 然后我们坐电梯下去 好我们到达下面之后 我们从电梯下来 然后的话右转 可以看到前面的话有个大门 大门的旁边啊 有一个乌鸦 我们找他对话 好对话完毕后 我们同样的啊 打开派门 小退一下游戏 再进来 好进来之后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门口啊 就是电梯的那个位置 好我们找他对话 好这边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宝箱 把我们拿起 好拿到这个宝箱之后啊 我们继续打开地图 回到我们这个传送锚点 然后我们先去救一下这个亚密欧 好一直往前面走 我们又来到这个甜甜花这个位置啊 然后这次的话我们坐一下这个电梯 好我们的电梯先下来 好下来之后我们进来了 这次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 我们不要从这个最高处才下来 大家观察一下这个建筑啊 现在这个是砖墙 可以看到前面这个有一块大石头啊 我们从这个大石头下来 下来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南方向 有个山洞 那我们先进去 这边的话有个秋秋人啊 大家消灭一下 好清理完毕后 就会出现一个宝箱 然后旁边的话就是这个亚密欧 那这一小屁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好的下面的话 我们讲一下这个区域的宝箱 那总共的话有九个 那我们现在出发的地点啊 就在这个上面 这个传送锚点这个位置 好的我们首先啊 将这个视角切换到这个东方向啊 那我们先从这边过去 然后从这边啊 爬上去 好的 我们一直往前面走 然后可以看到前面的话 有一个指认的一个啊 对话 那这个对象的话 就是这个啊 看到没有 这个蓝色 这一个 好 这是第一个宝箱 继续啊 沿着这条路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将这个秋秋人啊 消灭 然后的话 我们找中间这个乌鸦啊 对话 好 这样的话 获得第二个宝箱了 好的 继续啊 继续 然后前面啊 按照这个方向 也就是我们这个东南方向啊 前面的话 有一个秋秋王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有一个正手宝箱 我们先过去拿一下 好的 我们拿到之后啊 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前面的话是个剧场 我们先游过来 游过来的在我们的剧场的左边 这边可以看到 再过来啊 看到没有 这边的话有一个正手宝箱 好 我们来到这个正手宝箱之后 我们继续挡开地图 来到这个传说锚点啊 叫做优业高层啊 优业高层 好传送过来 左转 这边的话 右转 可以看到有个梯子啊 我们从这个梯子爬上去 爬上来 这边的话就有一个 指论的一个宝箱 那这个对象的话 就是离宝箱最近的 这个红色的乌鸦 就是这个啊 这个乌鸦 好我们先靠这个墙壁过来啊 然后这边指论 OK啊 就是这个宝箱 好 拿到这个宝箱 我方向不要变 看到没有 这两个都是红色的乌鸦 往这个方向啊 这个方向 也就是我们这个东南方向 先过来 在这边的话 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小山洞 好我们下去 这边的话有个台灯啊 咱们先啊 关闭矿灯 好他过来了 好他又走了 我们继续关闭矿灯 他又走了 他也不发不说任何话 好继续 就是我们第三次关闭这个矿灯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个对话 你差不多得了 好旁边的话有个宝箱 下一步的话我们继续啊 回到这个优业高层 从这边的啊 从这边的梯子爬上去 好的这时候 这次的话我们啊 就从按这个右手边啊 一直绕过来 继续绕过来 绕到这边啊 可以看到这个方向 大家看一下 这个西方向 从这边过来 然后从这边啊 先下去 这边还有很多木板啊 我们在这个木板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起飞 这边会产生一个风场 好到达这边的话 我们往这个右手边 可以看到这边有只乌鸦 我们找他对话 再找他对话 我们选择第二个啊 出示这个道具 那这个道具的话 大家跟我这个做完这个秘镜啊 就是黄女的秘镜做完的话 就会获得 好这边的话有风场 我们起飞 可以看到我们的左手边啊 从这边上去 那这个不是什么现实挑战任务啊 咱们慢慢慢慢过去啊 不要掉下去就行 好我们到达这边了啊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再过来 然后的话后面的话 就很快就要结束了 好到达这边的话结束了啊 没有任何提示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从这边下去啊 可以看到 我们回到这只乌鸦的这个身边 找他对话 对话完毕就可以获得这个宝箱啊 一个普通的宝箱 好的下一步的话 我们将这个视角切换到这个蓝方向 从这边跳下去 可以看到前面的话 有一个帐篷啊 那这个的话 又是一个指认的宝箱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大家自己看一下 好指认的对象的话 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啊 就是个红色这一个 好的我们拿到这个宝箱之后啊 我们往反方向 这边的话 可以召唤啊 这个船 召唤到这个船之后 我们将这个视角 往这个东方向开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扇啊 有一个桥洞 好我们先过去 这边的话 这是最后一个宝箱了啊 就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现实挑战 好我们先将这个船的位置啊 方向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领取这个任务 然后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啊 用炸弹 先把炸弹混开 好我们进入这个桥洞 这边也一样啊 这边的话 我们将这个炸弹给轰炸掉啊 其他的不用管他 加个树 然后继续过来 好这边的话啊 继续往前面走 怪物的话可以不用管他 我们可以绕过去 前方的话将这个炸弹破坏掉 那这个小球是提高我们这个能量的 可如果你能量够的话也不用收集 继续啊继续 好这边的话继续将这个门轰炸掉 这边有一个啊 好拿到之后继续往前面走 这个的话可以从这个侧面绕过去 好我们这边继续啊 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我都加速了1.5倍 感觉很耗时间 然后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有个封场啊 我们起飞 然后我们又下来 坐回这个浪船 好才行啊 好前面的话就可以获得最后一个宝箱了 好如果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